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首经典的爵士编曲 还是希望学古典或者学流行的都看一看这几集 了解一下什么是爵士编曲 跟你心里面所想的大概有很大的差距 好了我们看一看下面玩什么招式 我们介绍过节奏变化 旋律变化 和声变化 今天我们看看 叫contrapuntal variation 对位式变化 这是对位的 contrapoint是对位 contrapuntal就是对位的变化 好我们先看这个imitation 魔镜 这个在音乐里面最重要的 在写对位尤其 你看 这个模仿它的什么 节奏 完全模仿它的节奏 你往上 我往下 你这个对位里面很讲究 方向相反 时间 这个交错 这个就是很好 可能第一个旋律 催这个 第二个旋律催这个 我们再看一看 下面第二招 背景的写作 就是音乐需要背景 我们来看 unism background unism就是旗奏 旗奏背景 有不同的乐器来旗奏 那可能是有人在即兴 不管是吉他还是小话 什么人在即兴的时候 由这个管乐 吹这个旗奏的旋律 Apache Torus 这个不是突接音 这个是长语音 长语音 在强拍上的飞和弦 强拍上的飞和弦 一个9度 一个13度 这个蛮有趣味的 OK PT 这里有 这个PT 这是经过音 这个Apache Torus 是长语音 强拍上的飞和弦 那就是我们用这个管乐 做这个旗奏来做背景 有人在solo的时候 这是一招 另外我们再看 继续 和声背景 harmonic background 是和声的背景 和声的 刚刚是旗奏的 现在用和声的 那这是solo 这可能是小号 在solo 或者aut saxophone 在solo 根据和弦 做旗奏演奏 那其他呢 就变成 背景了 用分散和弦的 下面这是根音 你看 C G C F F sharp 下面是根音 上面是用三七 就是该筒 最重要的和弦音 他把一个和弦里面 最重要的根音 三度七度 根音和三度七度 在下面做和声背景 上面用极星演奏 这是最理想的东西了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所以当有人在 极星演奏的时候 你能够把管乐 做这种样的和声背景 或者没有管乐 你可以用钢琴这样弹 那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和声背景 好继续我们看 还有哪些变化 和声 Squaring Variation 就谱曲子 就把它写在曲子上 写到乐谱上 哪些变化了 这个是川沛和 Other Sacks 小号和 次高音Sacks 就是Other Sacks风 Unit Melody 奇奏旋律 有他们两个 这个两个奇奏效果很好 因为小号代表铜管 这个代表黄管Sacks 所以它又有铜管的音响 又有黄管的音响 但是他们奇奏 这个是效果蛮好的一个东西 如果单独用 都用铜管两个动作 可能太刚 如果都用这个黄管的话 有可能没那么强 所以两个综合 有柔有刚 刚柔并济 这个效果蛮好的 好 另外一张呢 Other Funison Melody 就是八度奇奏的旋律 还是这样 这个下面也是 下面 第一八度 这个是小号 跟这个Other Sacks风 刚刚我们讲过上面 下面是 Barton Sacks风 因为它一个 就够了 它这是大的 大型的 Barton Sacks风 它一个可以 跟它们 抗衡 平衡 所以上面有两个 小号 Other Sacks风 下面一个 中低Sacks风 Barton Sacks风 就可以 效果很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两步 这个时候变成三步 好 再往下面看 在Purch的时候 可以Two Part Hermanization of Melody 就两步 两步旋律 做两步和声 这个旋律还是 但下面加上和音 加上和音 变成二重奏了 两步 上面是小号 比较亮的 下面是Other Sacks风 当然你有的时候 可以把它倒过来 听起来就像 这个黄管的音响 现在是像比较 铜管的音响 然后Other跟川培 两个这种 撞在一起 效果蛮好的 就是它又有 铜管的感觉 又有Sacks风的感觉 OK 再看看下面的 花样 在Purch上 怎么办 刚刚最多是讲到 三步 现在真正变成四步 所以四步编辑 不是从头到尾 就是四步 到这个 才见到四步编辑 Four part harmonization of melody 就是旋律的四步和声 这出来了 这个做了四步 四步和声 然后这个里面又是什么 就是 五到五 我们学过 不是 一到前面可以用五 五前面可以加二 这个在 二五临阶 临阶到这个和弦 这是二五临阶 临阶到这个和弦 这个是 半一临阶 半一临阶 或者平行临阶 或者小七临阶 这边是什么 小七临阶 不对 这三个都不一样 这个是二五临阶 这个是 平行临阶 或者半一临阶 这两个就变成什么 小七临阶 两个半音 他这个用的是什么 三百一 所以这个是 低半音 低半音 你仔细分享 这个都是在 编辑上运用 常用的去招数 很有趣的 整个听起来就非常丰富了 但你用钢琴弹 或者吉他弹都麻烦 但是如果这是四个 管乐就很容易了 奥托 然后 这个 小号 上面小号 奥托 然后第三步是什么 传号 第四步是 把四个管都放进来了 最典型的四步编曲 统统进来了 好 再我们看看下面 还有哪些花样 奇奏旋律 奇奏背景 这个我们刚刚讲了 两个小号跟奥托萨 吹这个旋律 那个就是用 长号跟 奥托 就是一个长 一个铜管跟黄管 吹上面的旋律 一个铜管 一个黄管 低音的比较 吹下面的旋律 就是完全对位 你看 这个空了 它出来了 这个空了 它又出来了 这个往上跑 它往下跑 这个往上 这个往下 就是四个人 小号跟奥托萨 吹在上面 这个长号跟 巴尔通在下面 产生了对位的效果 好了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 哪个什么变化 就是不要从头到尾 都是四步合声 这样听起来很腻 很累 要有变化 我们这个叫在编辑上 叫做什么 它的结构上的变化 结构有横的结构 有重的结构 这个是讲重的 从拿刀子切开看 这个音乐看 此时此刻的什么现象 好了 这也是这样 上面是两步 下面是一步 上面两步 下面一步 也可能 旋律做两步 2 part 两步合奏 那旋律背景呢 做齐奏 虽然这只有三步 旋律上就三步 但是动员的这个乐器是四个 两个人吹合奏 两个人吹齐奏 两个人合奏 两个人齐奏 还是把刚刚那个旋律 再奏一遍 所以在谱曲上面 有很多花样可以玩的 那最后呢 我们看呢 当然编曲里面一定要有 要演奏人奏 集星演奏 这个是把那个集星演奏的 这条歌 这圆曲的和弦 圆曲的和弦 根据那个和弦 做集星演奏 产生一种创意 要不然你的编曲 跟别人编曲 有什么不同呢 集星演奏是 演奏者的集星 另外还有一个 刚刚我们讲的集星是什么 编曲人的集星 编曲人的作曲 这个集星人的作曲 但是临时没有写 就产生了这个 集星演奏了 improvisation 集星 这个分析了 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大家有空自己可以分析 当然有很多人 根本不必分析这个 就完全听他自己的表现 自己的技术等等 大概这个 我们讲了分四个 节奏 旋律 和弦 和弦曲 四个方面 来介绍这个编曲的一些花样 那下次我们就把整个 这首曲子 从头到尾 向各位做一个 做一个介绍 OK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